三国演绎 第三回 以文明 董卓赤丁元 窥金珠 李宿税吕布 幽兔笑谈制作 且说曹操当日对河禁约 宦官之祸 古今皆有 但侍主不当假之权宠 始至于此 若欲治罪 当初原恶 但负一欲立足矣 何必纷纷照外兵乎 欲尽诸之 势必宣露 无料其必败也 何尽路约 梦得意怀思义也 操退约 乱天下者 必尽也 近乃暗差时 命机密诏 兴夜网各阵去 雪说前将军 台乡后西梁刺师董卓 先为破黄金无功 朝廷将至其罪 因贿赂时尝试信念 后有解脱朝贵 遂任显官 统西州大军二十万 常有不臣之心 时时 得赵大喜 点击军马 陆续变形 使其续中郎将牛服 守住陕西 自己却待李雀 郭死 张己 樊仇等 提兵望洛阳进发 卓续谋事 李如月 今虽奉照 中间多有暗昧 何不差人上表 名正言顺 大事可图 卓大喜 遂上表 齐略月 切闻天下 所以乱逆不止者 藉由黄文常侍 张让等 武漫天长之故 臣闻羊汤止沸 不如去心 溃庸虽痛 胜于养毒 臣敢名忠 鼓入洛阳 请出让等 社稷姓慎 天下慎慎 何尽得表 出世大臣 事与使正太监约 董卓乃豺狼也 引入京城 必识人矣 监约 汝多疑 不足谋大事 如直亦监约 直诉之董卓为人 面善心狠 一路进庭 必以生祸患 不如指之物来 免治生乱 禁不听 正派 如直皆弃官而去 朝廷大臣 去者大半 尽使人应 董卓于免持 卓暗兵不动 张让等之外兵道 公义约 此何尽之谋也 我等不先下手 解灭足矣 乃先扶刀扶手 武士任于长乐宫家的门内 入告和太后约 金大将军 搅召召外兵指经师 欲灭臣等 望娘娘垂帘赐救 太后约 如等可亦大将军府谢罪 让约若到相府 骨肉积焚矣 望娘娘宣打将军 入宫于指之 如其不从 臣等只救娘娘 前请死 太后乃将诏宣进 竟得诏便行 主部臣临见月 太后此诏 必实施常事之谋 妾不可去 须必有祸 今月 太后赵我 有何获释 袁少语 今谋已谢 事已禄 将军尚遇入宫业 曹操语 先诏时常事出 然后可入 晋孝语 此小而至见也 无掌天下之权 时常事 感待如何 少语 公逼欲去 我等银甲师护从 以防不测 于是 袁少 曹操各选 金兵五百 命袁少之地 袁术领之 袁术全身披挂 引兵 布列 清锁门外 少与操戴剑 护送和进 至长乐功前 黄门船一指云 太后特宣大将军 于人不许折入 将袁少 曹操等都阻住 宫门外 何尽昂然直入 至嘉德殿门 张丈 段归迎出 左右围住 进大京 让历生则禁阅 董后何罪 妄已镇死 国母丧葬 脱疾不出 路本屠孤小辈 我等见之天子 以之荣贵 不思报效 欲相谋害 如言我等慎酌 其轻者是谁 进荒疾 欲寻出路 宫门禁闭 伏甲气出 将何尽砍为两段 后人有诗探之语 汉室轻微 天术中 无谋何尽 坐三宫 几番不听忠臣见 难免宫中 受剑风 让等既杀何尽 元少九不见晋出 乃于宫门外大教约 请将军上车 让等将何尽首级 从墙上制出 宣誉曰 何尽谋反 以服诸意 其余邪从 进阶射诱 元少立声大叫 燕官谋杀大臣 逐恶党者前来助战 何尽不将乌匡 便于清锁门外 放起火来 元术引兵突入宫廷 但见燕官 不遇大小 进阶杀之 元少 曹操展官入内 赵忠 城矿 下运 郭胜四个被赶至翠花楼前 躲为肉泥 宫中火焰冲天 张让 段归 曹杰 后懒将太后及太子 并陈流王杰去内省 从后倒走北宫 石炉之器官未去 见宫中事变 患甲吃鸽 立于阁下 遥见段归 拥逼和后过来 直大呼曰 段归逆贼 安敢劫太后 段归回身便走 太后从窗中跳出 直急救的脸 无匡杀入内帖 见何苗一提建出 狂大呼曰 何苗同谋害凶 党共杀之 众人拒曰 愿斩谋凶之贼 苗欲走 四面为定 砍为鸡粉 少福令军士分头来杀 尝试家属 不分大小 尽皆诸绝 多有无需者物被杀死 曹操一念救灭宫中之火 请和太后 悬设大事 潜兵追袭张让等 寻觅少帝 且说张让 段归节雍少帝 及陈流亡 冒烟银扑火 连夜奔走至北芒山 约三更十分 后面喊声大局 人马赶至 当前和南中 不愿立敏共 大呼 逆贼修走 张让见世纪 遂投赫而死 帝于陈流亡 未知虚实 不敢高升 浮于河边乱草之内 军马四散驱赶 不知地之所在 帝于王浮至四更 墓水又下 腹中鸡内 相抱而哭 又怕人知觉 吞声草莽之中 陈流亡曰 此间不可久恋 须别群活路 于是二人 以衣相结 爬上岸边 满地荆棘 黑暗之中 不见行路 正无奈何 忽有流营千百成群 光芒照耀 只在地前飞转 陈流亡曰 此天助我兄弟也 随随迎火而行 渐渐渐路 行至五更 足痛不能行 山岗边建一草堆 帝于王沃于草堆之盘 草堆前面是一座庄院 庄主是夜梦两红日 坠于庄后 惊觉 披衣出户 四下观望 建庄后草堆上 红光冲天 荒芒往事 却是二人 卧于草畔 庄主问曰 二少年 谁家之子 地不改应 陈流亡指帝曰 此事当今皇帝 遭使常事之乱 逃难到此 无奈皇帝 陈流亡也 庄主大经 再拜远 陈先朝司徒 催烈之地催一眼 因见时常是卖官极贤 故隐于此 随伏地入庄 跪尽九十 却说闽共赶上段龟拿住 问天子何在 龟言已在半路相失 不知何往 共随杀段龟 悬头于马乡下 分兵四散寻觅 自己却独成一马 随路追寻 偶至崔义庄 意见首级 问之 共说详细 崔义引共见地 君臣痛哭 共随 国不可一日无君 请陛下还都 崔义庄上 只有寿马一匹 被与帝城 共随陈流亡 共乘一马 礼义庄而行 不到三里 司徒王允 太尉扬彪 左军校尉淳于穷 右军校尉赵蒙 后军校尉报信 中军校尉袁绍 一行人众 数百人马 接着车架 君臣皆枯 先使人将段归首级 往京师号令 令换豪马与帝 及陈流亡齐座 促地还京 先是洛阳小儿 遥曰 帝飞帝 王飞王 千成万骑走 北芒 至此果应其衬 车架行不到树里 互见惊气蔽日 尘土遮天 一只人马到来 百官失色 地义大惊 袁绕骂 袁绕骂马出 问何人 秀其影里 一将飞出 吏声问 天子何在 地战力不能言 陈流云 陈流亡乐马向前 赤约 来者何人 卓宇 西梁次师 董卓也 陈流亡 约 辱来 宝驾也 辱来 劫驾也 卓英 约 特来 宝驾 陈流亡 约 既来 宝驾 天子 在此 何不下马 卓大惊 慌忙下马 败于盗座 陈流亡 以言 抚慰 董卓 自出至终 并无诗语 卓案 其之 以怀 费力之意 适日 还宫 建和太后 聚各痛哭 简点宫中 不见了 传国玉玺 董卓 屯兵成外 每日 带铁甲 马军入城 横行皆是 百姓 惶惶不安 卓出入宫廷 略无忌惮 后军 校尉报信 来见袁绍 严董卓 必有一心 可诉除之 少月 朝廷心定 未可轻动 报信 见王云 一言其事 云 严约 且容商议 信自引本部军兵 投泰山去了 董卓昭右 何进兄弟部下之兵 尽规掌握 四位李如约 无欲废帝 立臣流亡 何如 李如约 今朝廷无主 不就此时行事 实则有便意 来日于温明园中 召集百官 欲以费力 有不从者斩之 则威权之行 则威权之行 正在今日 众官静听 众官策耳 卓越 天子为万民之主 无为仪 不可以奉 宗庙设计 今上懦弱 不若陈流亡 聪明好学 可成大位 无欲废帝 立臣流亡 诸大臣 以为何如 诸官听罢 不敢出声 坐上一人 推案之初 立于眼前 大呼 不可 不可 如是何人 敢发大雨 天子乃先帝嫡子 初无过失 何得妄亦费力 如欲未篡意也 浊世之 乃荆州赐时 丁元也 浊怒赤月 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 遂彻佩剑 御斩丁元 实礼如剑 丁元背后一人 生得气宇轩昂 微风凛凛 手执方天话机 默默而逝 礼如极尽曰 今日饮宴之处 不可谈国政 来日向都谈 功论未迟 众人 众人借劝丁元 上马而去 卓问百官约 无所言 何功道否 卢旨曰 民功差矣 惜太甲不明 以隐放之于同宫 昌义王登 伟方二十七日 造恶三千余条 故获光告太妙而废之 今上虽有聪明人质 并无分毫果实 功乃外君此时 素未参与国政 有无依惑之大财 何可强主费力之事 圣人云 有依隐之志则可 无依隐之志则窜野 卓大怒 拔剑向前欲杀之 一郎蓬勃剑语 卢尚书海内人望 今陷害之 恐天下震步 卓乃指 司徒王允曰 费力之事 不可久后相伤 令日在意 于是百官皆散 卓岸见利于圆门 忽见一人月马持己 于圆门外往来持咒 卓问李如 此何人也 如月 此丁元一儿 姓吕 名部 自奉先者也 主公且须毕之 卓乃入圆前毕 次日 仁报丁元 隐军成败诺战 啄怒 隐军同李如出营 两阵队员 只见旅部顶数发金冠 披百花战袍 换唐尼铠甲 洗尸满宝袋 纵马停挤 随丁建阳出道阵前 建阳指着骂 国家不幸 阴官弄权 以致万民涂炭 而无尺寸之功 焉敢妄言费力 御乱朝廷 董卓 未及回言 吕布飞马直杀过来 董卓慌走 见杨帅君掩杀 卓兵大败 退三十余里下寨 聚众商议 卓宇 无关吕布飞长人也 吴若得此人 何律天下在 帐前一人出约 主公勿忧 谋与吕布同乡 知其勇而无谋 见理妄议 冒凭三份不烂之舍 税吕布拱手来详 可忽 卓大喜 观其人 乃虎奔中郎礼宿也 卓曰 如将何以税之 诉曰 某文主公有明马一匹 好曰赤兔日行千里 须得此马 再用金珠以力竭其心 某更尽说辞 吕布必返丁元 来投主公已 卓问李如约 此言可忽 如约 主公欲取天下 何兮一马 卓欣然欲知 更欲黄金一千两 明珠数十颗 欲带一条 李肃积了礼物 投吕布债来 俘虏军人为主 肃曰 可肃报吕将军 由故人来见 军人报之 不命入见 肃见布曰 贤帝别来无恙 布一曰 久不相见 今居何处 夙曰 剑任虎奔 中郎将之职 闻贤帝 匡扶设计 不胜之喜 有两马一匹 日行千里 渡水登山 如履平地 明曰赤土 特献与贤帝 以驻虎为 不便令牵过来看 果然那马浑身上下 火探班赤 无半根杂毛 从头至尾 长一丈 从提至巷 高八尺 嘶喊咆哮 又腾空入海之壮 后人又诗担到 赤兔马月 奔腾千里 当尘埃 渡水登山 紫雾开 撤断司将 姚玉佩 火龙飞下 九天来 不见了此马 大喜 谢素曰 凶赤子良居 将何以为报 素曰 某位义气而来 期望报乎 不知九相待 九憨 素曰 素与贤帝少得相见 令尊却常会来 不曰 兄罪矣 先父七十多年 安得与兄相会 素大笑语 非也 某说今日 丁此时耳 不惶恐曰 某在丁见阳处 亦出于无奈 素曰 贤帝有 晴天驾海之才 四海孰不亲近 功名赋惠 如探囊取物 何言无奈 而在人之下户 不曰 恨不逢其主耳 素笑语 良秦择目而期 贤臣择主而世 见机不早 悔之晚矣 不曰 兄在朝廷 观何人为士之英雄 素曰 某变官群臣 皆不如董卓 董卓为人敬贤理事 赏罚分明 忠诚大业 不曰 某于从之 恨无门路 素取金珠 欲得列于不浅 不经语 何谓由此 肃令赤退左右 告不曰 此事董公九目大名 特令某将此奉献 吃兔蚂蚁董公所赠也 不曰 不曰 董公如此贱爱 某将何以报之 素曰 如某之不才 尚未虎奔中王将 功若道比 贵不可言 不曰 恨无倦爱之功 以为禁剑之理 素曰 公在翻手之间 公不肯为耳 不沉吟两九曰 无欲杀丁远 引军归董卓 何如 素曰 贤弟若能如此 真莫大之功也 但事不宜迟 再于素觉 不与素曰 于明日来想 素别去 十夜二更十分 不提刀进入丁人帐中 原正秉竹关书 见不知 曰 无而来有何事故 不曰 吴堂堂丈夫 安肯为如子乎 原曰 奉先何故心变 不向前一刀 砍下丁远首级 大呼 左右 丁远不仁 无以杀旨 肯从无者在此 不从者自去 均是散其大半 此日 不持丁人首级 网见李素 素遂隐不见卓 卓大喜 至九相代 卓先下拜月 卓金德将军 如汉鸟之德甘于也 不那卓座而拜之约 公若不弃 不请拜为义父 卓以金甲锦袍赐步 畅饮而散 卓自是威势越大 自领前将军事 封帝董宁为左将军 护侯 封吕布为七都尉 中芒将都庭侯 例如劝卓早定费礼之计 卓乃于省中设宴 汇集公卿 令吕布降甲时千余 侍卫左右 适日 太傅袁奎于百官街道 九行数巡 卓拔渐远 锦上安若 不可以奉宗庙 五将一 一眼 火光故事 废帝为红龙王 历臣流亡为帝 有不从折斩 群臣黄不莫敢对 中军校尉袁绍挺身处约 今上即位位己 并无事得 如欲废敌历术 非反而合 浊怒约 天下是在我 我今为之 谁敢不从 如是我之剑 不立否 袁绍一把剑约 如剑立 无剑未尝不立 两个在岩上对敌 正是 丁袁仗义 身先丧 袁绍争锋 是又微 毕竟袁绍性命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三国演义 第三回 以文明 董卓赤丁元 魁金珠 李宿睡吕布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